Hello 大家好 我是草根貓 今日想和大家去台北楊明山國家公園 發掘一下台北隱世的大自然景點 楊明山國家公園面積超過11,000公頃 差不多等於整個港島區加上九龍區那麼大 要一日內去山上所有的景點幾乎沒什麼可能 因為山上真的很多東西看 我就特地選了楊明山兩個有特色的景點拍片給大家看 片尾我會詳細講一下去楊明山的交通 第一站我們就去楊明山大梯田花偉生態農園 我們在竹子湖公車站下車之後慢慢走過去大概5分鐘的路程 竹子湖公車站一下車之後就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反正都來到走去大梯田之前都和大家看一下竹子湖公車站這裡一帶有什麼 這裡的店舖不是很多間主要都是一些賣花賣植物的小店 有一間餐廳我們看一看價錢 台灣來說這間餐廳不算很便宜 但是在遊客區來說物價都OK 餐廳就像是做團體包場 繼續走 有一間賣包點 趁早都買些包試一下 先看看 見到店主他們都很用心去做包 我自己很喜歡光顧這些親手做的包點店 特別有人情味 再走前一點就有一間比較大的賣花店 一邊欣賞這間小店一邊講解台灣的花櫃 台灣每個月都有不同的花當做 例如五六月就是壽球花 一陣間和大家去的大梯田就可以欣賞到剛剛開季的壽球花 之後的七八九月就是向日葵和金針花 現在這間花店都看得到店主一定很適心去打理 花和盆栽都很好看 重點就是我見到它很有心思去陳列 特別將不同顏色的花放在一起 令到視覺效果很吸引 這間小店我們就走去大梯田 沿路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跟大家講一下楊明山小小背景 記載楊明山的歷史文獻不是很多 已知的情況就是清朝年代那時楊明山都只是有限度被開發 去到日治台灣年代楊明山就大規模發展 開闢了不少馬路、行山徑 還有建了不少公共浴室、溫泉旅社、俱樂部等等 楊明山自此後就變成一個觀光和登山的好去處 由於楊明山是在火山地質形成的 所以這裡有很多特別的景觀 例如溫泉、硫磺山 另外還有一些高低草原、瀑布、溪間、熱帶雨林等等 只是植物在楊明山都有1200種 鳥類有110種、蝴蝶都有160種 還有40多種的爬蟲類等等 真是一個大自然的溫床 楊明山有小部分景點會收費 例如一些農莊 因為場主都需要成本去維持日常的營運管理 所以會像精色不斷收少少入場費 好似一會兒我去的大梯田就是其中一個農莊 膠油最怕就是蚊 所以我今次有備而來帶了這支印尼薄荷薑油 它可以防蚊 如果不幸運被蚊咬都不用擔心 可以塗它來止痕和消炎 我自己幾喜歡它的薄荷味是恰到好處 完全沒有傳統薄荷膏那種很膩的感覺 塗完這支印尼薄荷薑油之後 覺得皮膚涼涼涼都幾舒服 如果暈車浪、暈船浪都可以聞一聞它減輕症狀 而這支也有提神醒腦的作用 細細枝方便攜帶 好似我們今次行山 放在褲袋裡 隨時可以在褲袋拿出來塗 在萬寧有得賣的 我好推介大家可以買一支 因為真是好實用 不經不覺來到大梯田 這個牆的風景就好似一級級樓梯一樣 入都區仿如置身於世外桃源 鳥宇花香風景如畫 還有這裡是陽明山數一數二的農莊 外地遊客不多 反而有不少台灣本地人會專門進來參觀 所以我覺得我一場來到 怎麼都要朝聖一下 入場費都只是台幣150元 當中100元可以在場內當現金消費 所以嚴格來說都只需要50元入場費 幾隻? 謝謝 這個可以折抵消費 可以折100元 這個兩張就200元 這個折抵100元 對,100元 好的,謝謝你 進來第一時間就會穿越這個小走廊 直接幫我打線 您看怎麼回事 不可以看嗎? 一個牌照是有的 好看 看到爸爸的手作法 放入鱼肉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点半 我们还没吃早餐 第一件事就是治下肚子 先叫饭 我会用刚才的入场券减$100 在这么漂亮的风景吃饭很捨异 重点是鸡腿饭超级好吃 鸡腿肉很滑 番薯糖水很甜 旁边的配菜也很好吃 可惜除了小腸之外 其他我不太熟悉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可以告诉我 周边的配菜是什么 饭品很细心的设计 将茶叶和茶分开 接着就是深入这个农庄 给大家静心欣赏一下 它们也会不会太熟 对呀 对不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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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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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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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